安朵朵 是我的太太 大家好 我是孤独之术的设计师 安朵朵 最近有媒体说 我抄袭了龙昌珠宝的芯片 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这不是真的 我可以用生命来担保 我才是孤独之术的 原创设计师 龙昌珠宝才是抄袭 口说无凭 刚刚龙昌珠宝 已经公布了 他们的设计出稿 证明他们才是原创者 安小姐 你的设计稿呢 我的设计图稿 被人偷了 但是 这款产品的灵感 是源自于陪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一棵树 我是希望带上这款项链的女生 可以记得自己童年的美好 并且保持当时的那份纯真 这里是这棵树的圆形照片 这是十年前 我画的设计草图 这个 是作为设计灵感那颗圆形的照片 十年前 我曾经凭借这副作品 获得了小红花 少儿创意比赛的一等奖 大家也可以去相关网站 查取我当时的得奖信息 你撒谎 什么小红花创意少儿比赛 这个网站根本就打不开 打不开 打不开 这么着急开发部会 是不是作贼心虚啊 听说你的设计之前在公司内部 就涉嫌抄袭 你是不是抄袭惯法 你来自小山村 您地倾听就成了设计师 这里面是否另有内情呢 我没有 请你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我 诸位 秦氏珠宝公司 是秦氏集团的重要产业 秦氏经营百年 从不会拿自己的幸运开玩笑 安朵朵设计师虽然年轻 但很有才华 她第一款设计的手链 就得到了很好的市场反馈 所以 我相信她 秦总 您堂堂秦氏集团总裁 为什么要如此维护 一个分公司的小设计师呢 有人拍到了你和安小姐 一同在别墅过夜的照片 不是 哎 真的是他们两个 哎呀 不是 不是啊 不是 你们俩是否有着 不可告人的关系 安小姐 你利用自己的美貌 上位 难道就不觉得羞愧吗 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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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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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记者 请你放尊重一点 安朵朵 是我的太太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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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这 他们什么什么 这 这 他们什么什么 这 这位记者 你没有搞清楚事实 仅凭几张照片 就想污蔑我和我的太太 就想污蔑我和我的太太 居心何在 我 我 我我我我 我什么我 我原本还想给你留一点面子 你是荣昌珠宝 林总的外甥 荣昌珠宝 她是荣昌珠宝 既然安小姐是你的太太 那你就更不应该包庇她 还是说 你根本就是在纵容她 这是十年前的报纸 上面刊登了小红花儿童创意比赛的消息 也清清楚楚刊登了安朵朵得奖的情况 这不可能 就算你们的黑得了网站 难道还能销毁所有市面上的旧报纸 回去告诉你的舅舅 好好做产品 别搞这些不入流的手段 这件事 我们秦师会追究到的 别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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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总 你和安小姐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秦总 能不能分享一些 您和安小姐的故事 不好意思 没有经过我太太的同意 我不能说 走